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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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的第一孕期 第一孕期 什么是第一孕期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孕期就是应该算是零到十二周吧 自从我知道怀孕大概五周开始 然后我就开始想吐 一路就吐到真的满三个月 然后到现在啊 我的孕吐的状况是13周了 还是有吐 只是没有吐的 像之前那么频繁 可能一天一次 然后像我一开始的孕吐的状况就真的非常惨 那时候我们去美国跟去美国之前 我整个人 然后跟从美国回来之后 我整个人每天都很像宅女 就很像很没力气啊 对不对 然后就是会有很多身体不舒服的因素 像是第一个就是想吐 对 第二个就是胃很胀 肚子有时候就会觉得就怪怪的 然后很没什么力的感觉 平尿 对 然后又很平尿 我现在我一个晚上 我大概一个半小时要起来尿尿一次 我都已经肚子还没那么大了 它就已经开始平尿了 这一胎我觉得反应比之前还激烈 对 就是这个 之前上一胎我们去韩国还可以吃美食 虽然吃完还是会吐 但是好像至少食欲比较好 我们在核心的医师有跟我们说 可能是因为也有大宝 然后有大宝在身边 你又要同时照顾他 就等于说你睡了已经不够了 对 又要多买一个 身体的那个状况比较不好 然后加上我们可能 没有三年前那么年轻了 对 还有那个年纪的关系 所以就是身体的负担就已经 就会感觉比较大 然后我运吐的状况也真是非常惨 到12周的时候 大概都是一天大概都可以吐个三四次 有喔 你不是说一早上 然后就吐胆汁这样 对 有时候是你一早起来 你没有吃任何东西 然后你就会想 你就会饿到吐 吃完就马上想吐 然后有时候是你吃了止吐 还是想吐 就是以前有开那个B6的止吐药给我们 是有时候有效 然后有时候吃完还是想吐 吐的就是一种肝欧你知道吗 就是一吐 然后有打嗝会比较好 所以我边吐一嗷的时候 然后就刚好是接打嗝 这就算一种吐 就会接到一边 就是你把那个嗝 就把你胃里面的空气吐出来的感觉 对对对 就是这样 然后这时候 有时候这种吐是比较好 因为不会吐东西 对 我觉得比较好的是 通常就是吃完马上吐 如果是吃 就比较不会酸 吃完很久才吐 你就吐到 燥到整个喉咙会很痛 因为胃酸又这样刮一次这样 会有点受伤 就很不舒服 所以我这阵子就是贪卵在家 就是通常也很难得 就是通常都是我吐要出去的 然后终于一直问我 跨你要不要出去 我说我不要 我不要 很难得就是 很难得是反过来 觉得在家就好 因为我怕我去外面 你应该临时想吐 像我去美国 就是倒是在找厕所 对啊 怪味道 我一闻到就想干了 可是我怕我刚好反应 会吓到其他人 对对 Cue的嘛啦 Cue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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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重点 你怎么被这样没人渔了 你怎么被这样没人渔了 哈哈哈哈 维玲他去美国的时候 不是都有那种 内用的那种座位区嘛 然后油烟味很重 他就直接 呃 这样子超大声 真的忍不住 真的忍不住 然后一进饭 那个饭店大厅 不是都很安静吗 然后维玲一进饭店大厅就 呃 然后整个大厅都回 回音缭绕 就营养师都会建议说 你要吃保养品 可是有时候你会真的吐到 会不想吃 你都是吃了叶酸馬上吐的那種 就是你不知道為什麼會吃叶酸會吐 中和醬糖是還好 只是有時候你就已經一直在吐東西 你就不想再吃東西 吃了又會吐的感覺 然後何必吃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其實懷孕期間 醫生也有建議說要多喝水 水我真的喝不下 我喝完白開水我就會馬上去吐 像前面有幾次我就是吃藥喝一杯水 吃完馬上去吐喔 然後直接像那個噴泉一樣吐水出來 這樣啪 對 直接吐渣啊 所以後面我其實就不太敢喝水 後來我發現其實喝一個東西還不錯 就是喝氣泡水 喔 因為氣泡水有時候會打嗝 就幫助自己肚子裡比較舒服 對 我自己我是覺得喝氣泡水會比較好 因為會打嗝 然後也比較不會想吐 然後有時候氣泡水再加果醋 喔 或是氣泡水加蜂蜜 至少有喝水 至少有喝 對啦 然後就是要隨身帶一些軟糖 你吸到的味道比較不會突然變化那麼大 對 就換個空間要趕快摻那個喉湯什麼的 對 然後像我覺得我吃酸梅啊好像沒什麼用 但是就是說就是嘴殘可以吃酸梅 也有一點幫助消化 所以其實懷孕的期間就是真的吃一餐吐一餐 對 但是有時候還是要攝取一些比較好的營養 才可以幫助寶寶健康的在我的肚子裡面成長 我們就是跟大家講其實通常運第一運期期間的 我們就是吃一餐吐半餐 所以常常就吃到半餐這樣子 有啊 至少有半餐 對 至少 可是我覺得我就是有點食量感覺有點變大 喔 因為都只吃半餐 所以我中間會變餓 中間會想要補一些東西 然後吃一些水果這樣子 對 少量多餐比較好 對 然後像我最近也很愛吃橘子 因為Q很愛吃到我也跟著吃到 我發現只吃這個還蠻清爽的 比較不會吐 吐的那個比較芬芳 是嗎 是嗎 它比較芬芳 可是它蠻好吃的 對 就是醫生其實也是鼓勵我們 這個時間啊就是 要多補充營養 主要還是孕婦開心就好 有吃到就好 對 但是就是還是為了寶寶的健康著想 所以我其實運期又開始喝低基金 嗯嗯嗯嗯嗯 對 像我這次喝的啊就是 純煉的原味低基金 低基金裡面啊它也有 高含量的小分子氨基酸 嗯 它就是可以幫助身體比較好吸收 其實我喝這個也比較不太會吐 喔 這樣不錯 所以我最近就是還蠻愛喝的 對 而且又補充到營養 對 因為低基金它就是一包 然後它不會到非常大碗 就是一兩口就可以拿湯喝 然後就可以補充到營養 就很像喝熱湯的感覺 因為它不像以前那種低基金 可能大家很那個滿抗的那一種 它就是有點喝起來像雞膏 就是像雞湯啊 對 就像雞湯 喝起來其實很像 對對對 很濃的雞湯 是好喝的 對 像有時候QQ它也很愛喝 就竹麵你可以加在裡面 對 變高湯這樣 對 然後或是中月有時候就是男生 就是全家人都可以喝啦 對阿對阿我也蠻愛喝的 像是那個李北它也有 因為我有問李北前輩 他也是韻吐的那個 也是很會韻吐的 對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後來都是清湯麵就是加低基金 這樣子 對 用低基金當湯底 對 對阿所以就還不錯 所以我也開始就是 最近每天都會喝低基金 嗯 對 然後像純煉低基金 它們的製作過程 它們也都是 不加任何一滴水 然後就是用恆溫低煉的方法來製成 它們的雞啊就是用 南投大巨蛋的養殖場 全程低密度養殖 對 就是每個雞的空間比較充足 它們也只用大豆玉米跟植物油來 當飼料 當飼料 所以這個低基金茶會喝起來完全沒有行為 對 然後全程也都 它們都不用藥 它們以雷達式的檢驗法 通常都會去隨機抽茶 就是很多次的隨機抽茶這樣 對 然後就可以排除它們停藥啊 或是有外界干擾的可能 然後它們也是有經過SGS的認證 而且這個攜帶超方便的 就是它這樣一包嘛 對 它有經過高溫 一百二十一度的商業面具 超方便的就是它是長溫保存 對 因為有些低基金 它是要用冷凍保存的 對 但是用長溫保存的就很方便 就是方便攜帶啦 對 方便攜帶 你就放一整天你不會怕說壞掉 不能喝 對 然後重點是你也不會佔冰箱的空間 你想喝一包 你就拿出來直接喝這樣 沒錯 就是長溫保存真的超方便 對 覺得它最方便就是 它的加熱方式有非常多種 嗯 隔水加熱 然後第二個就是它可以泡熱水加熱 對 第三個就是它可以 微波 微波加熱 嗯 然後電鍋也可以加熱 對 電鍋也可以加熱 對 就是很多種加熱方法都可以 我覺得最方便的就是 微波加熱 而且重點是它這個對於 調整體質啊 或是自補強生 或是營養的補給都是非常好的 像是很多人 它也會拿來當產前產後 或是手術後的那種身體 身體調養用的 調養的保養品 拿來送禮啊 那些都很適合 對啊 像我媽 因為大人小孩都可以喝 像我媽上次就小車禍 然後我後來很擔心它就馬上訂了存電的DD給它 直接送過去 對 就是我們的第一運期分享 然後我現在就是一天吐一次 剛過三個月 盡量保持 然後之後再跟大家分享 之後的運期的分享 對 我記得 上次的時候是大概也是過年的時候 然後就突然不吐了 很神奇耶 對 因為我們這次QQ的預產期 其實跟我們小小Q的預產期是 幾乎一樣 對 大概是同個時間受孕的 QQ的預產期是7月1號 小小Q的是7月9號 對 差一個禮拜 所以他們的其實 整個過程都非常像 對 真的是一樣 那衣服可以不用丟耶 啊 等一下是女生 男生女生 對啦 沒關係 就之後再跟大家分享 持續的近況更新 沒錯 請持續守電我們頻道 也很謝謝純煉這次找我們合作 我們是真的也很喜歡他們家的雞精 也真的很愛喝 對啊 然後我覺得他真的有適合 過年過節來孝敬長輩用 對 也很適合 送禮自用都方便 而且就是比以前那種雞精好喝 其實純煉它很好吃 它還有推出很多種 其實它有推出專門給孕婦喝的 好像就是枸杞紅棗雞精 還有專門給小朋友喝的 很多口味 它還有設計其他款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 可以去他們的官網看看 對 我們會把他們連結放在底下 對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喜歡我們影片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開鈴鐺 然後我們下次見 掰掰 Human哥們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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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不來 我們要不要開鈴鐺 我們要做化鈴鐺 我們要不要開鈴鐺